原标题 劳荣之一审被判死刑将上诉劳二哥 多年未见妹妹也不理解 她为何跟着法子因2021年9月9日上午 将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被告人劳荣之故意杀人 强奸 绑架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 劳荣之在共同犯罪中其主要作用 其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 刘静杰表示 这次庭审结束 周大宏不再上诉也意味着他的代理结束 他认为劳荣之就算上诉 法院已掌握充分的证据 劳荣之无论怎么狡辩也改变不了 对于一审判决结果 刘静杰认为法院对劳荣之的处罚体现了法律的公正 哪怕你潜逃20多年 照样会接受法律的制裁 不是因为你潜逃了就能逃避法律的责任